好 这题是属于这个DNA RNA它里面主成分的问题 那这里问你呢 去氧核糖核酸核者正确 它这些叙述 马上想到这个核酸怎么形成呢 核酸是由多个 我们说很多很多的核甘酸 聚合成 好 马上再继续想哦 这个核甘酸里面有谁啊 核甘酸里面三个家伙一定要记一下 第一个是核糖 核糖属于五碳糖 五碳糖 所以我这边写五碳 再加上含氮的解机 最后还有磷酸根 一定要记得哦 是含氮的哦 磷酸根 由它们三个所组成的 OK 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检查 第一个 结构中含有磷酸根 我刚才都讲磷酸根 你都写磷酸根 所以磷酸根才对哦 再来呈现酸骨螺旋 没错 它跟RNA正好 两个很喜欢一起考 RNA叫做单骨螺旋 没错吧 再来结构中糖的成分 主要来是果糖 这边写了 核糖 核糖 五碳糖 OK 所以这个选项也不对 接着以核酸为单体 注意注意 应该是核甘酸为单体 多个聚合在一起变成核酸 所以它写错了 写反了 好 再来 与核糖核酸互为同分一钩 注意哦 你叫做去氧核糖核酸 所以少一个氧 OK 你叫做核糖核酸 那你相对就比它多一个氧 所以我可以说去氧核糖 应该是这个DNA 它的分子中会少 核糖就少一个氧了 少一个欧 好 那你的核糖就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后面聚合起来 一定不会是相同的成分嘛 所以呢 你一定不为同分一个物 所以我们当然选B选项